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和人常常在互动有关系 像我跟各位现在也在互动 我和你们也有互动关系 第二个佛法讲的是人和鬼神的关系 有没有人觉得说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神 但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相信有鬼神存在 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人和宇宙大自然的关系 我们人生再次脱不了这三个关系 我们人的关系 我们人到这个地球上 你投生在这个地球上 或者你现在在台湾 你对你周遭的人事物产生了什么样的互动 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 你有没有辜负此生呢 你有没有了解你来这世界真正的目的 在佛法称这个叫本愿 本来根本的愿望 你来到这个地球上你是要做什么的 你是要来吃喝玩乐的 要来环游世界的 或者你是要寻找真爱的 或者是你要来做什么事情的 要去想一想这个事情 我们在佛法讲究真诚 人和人相往为真诚 只要你有真诚心 对待你身边的一切人事物 你自然会有所感 有所得 佛教传统的礼物是佛法 今天希望我这一份礼物 能够给大家有一点受用 很多人对佛教不了解的刻板印象 觉得佛教那就是宗教信仰 甚至有人他就觉得 那就是一种劝善的迷信 一种说法 其实在佛教分成小圣 大圣还有金刚圣 小圣佛教过名思义 圣是承载的器具 小圣就是度的人比较少 叫小圣 他只度他自己 小圣他要奉行的是什么 绝不伤害众生 我就修好我自己 我绝对不会伤害别人的 那大圣度的人比较多 他不伤害众生 他还要怎么样 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 大圣佛教 金刚圣就是所谓的密圣 有人称为密宗 这个密圣就是小圣 不伤害众生 大圣的帮助众生 再加修一个清净观 就是你眼睛所见到的 任何的不清净 你所感受到的 你都以智慧而把它转成清净 这种清净不是不清净跟清净的 对立二元比较 而是一种全然一味的真实境界 所以金刚圣在佛教里面 它是比较深奥的领域 如果小圣佛教 它是高中 大圣佛教是大学的 金刚圣大概就是佛教的研究所 就是我们在修菩萨道的人 就是立志要服务众生 所以你注意看 我们几大佛学社的同修 这些同学他平常做的事 都是在为他做服务 他们就是学做菩萨 而不是学习高高在上 跟大家有隔阂 只有服务众生是菩萨的职制 服务到哪里 服务到客户都满意吗 不是 服务到这些众生 都能够觉悟 离苦 得乐 这是菩萨祂最高兴的事情 如果你能做这样的事情 而常常没有鲜花水果点香去拜它 那就是比用鲜花水果来拜 还有莫大的功德 菩萨最高兴的就是这样 所以佛法它跟迷不迷细呢 是毫无关系 反而它就是非常的入室 第一个人和人的关系 我们人和人的关系 最直接的就是家庭关系 家庭就是父母亲子关系 对不对 有一句佛家语讲 孝顺的人越游越快乐 不孝的人越游越痛苦 这个游是什么 就是游你到处去游历 到处去创业 到处去闯荡 你这个人如果是孝顺 你会越来越快乐 为什么 你好像后面总有一个后援的力量 让你很安心 让你很光明 你到哪里都会赚钱 到哪里都会结交很多好朋友 到哪里人家都会来帮助你 那不孝顺的人 就算你再会闯荡 再会看很多的机会去钻 你也会有很多的逆缘逆境 有很多的痛苦 所以人和人的关系 佛家讲第一个叫孝亲尊师 孝顺父母 这是恭敬师长 那么再来 人和人的关系 少不了感情互动 对不对 我们除了孝亲尊师以外 就是男女的关系 一定要控制好 很多人就是他跟大学生都 大学生同学 学长学妹都发生关系 甚至同居 他来我就劝他 不必这样子啦 太早啦 你们又没有决定要真的在一起 你们真的结婚了 在一起也不迟 他说大家都这样 学长也这样 我说那学长中间也有 我们佛学社的没有这样子 是不是 不一定大家都这样 皆生自爱的非常多 我们台南有一个真实故事 台南的陈先生 我讲这个故事 讲到佛教三个关系 人和人 第二是什么 人和鬼神的关系 这个陈先生他自己有 他就是父闲在家 大学毕业没有考上研究所 就父闲在家 也不找工作 然后得到带状泡诊 这带状泡诊就是一般 就是很普通的疾病 那他的带状泡诊就是治不好 而且一直扩散 很痛 流浓 然后他太太急了 就到处 他没有地方可以学佛 也没有法师讲经 他就在附近的一个宫庙 就是去问神 好在宫庙中间 还有供奉观世音菩萨 他就是跟观世音菩萨许愿 我这个先生叫他去看医生 或叫他来拜菩萨 拜佛 他都不愿意 不过菩萨我在这里 要应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应五十本 愿此功德回向我先生 摩摩摩 他能够亲近佛菩萨 他的病能够好 他就这样求 求了以后 他有一天 那个比较传统的宫庙 有拜菩萨 也有拜神明 对不对 他们那里神明 就会有附在神职人员身上 让人家问世情 那他带他去问那个神明 所信那个神明 是非常正派的 这天地之间有很多的鬼神 他也是拥护佛法 他也在修行 静刚心总词论讲 人他修行 就是人死后有德成神 无德为鬼 那这个陈先生就去 就拜他太太 要今天神明在祭祀救人 你要不要去问你的带状炮枕呢 那他的先生就说好啊 奇迹出现就跟他去 然后那个神明在办事的时候 在承接手插着 插在修行就在那边看 看你们在搞什么这样子 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后来那个神明突然停下来 停下来就看着他 他说若非你太太帮你做了一点功德 印了佛经 你今天没有办法来到这里 他就说今天关我什么事啊 我在这边看也有事啊 就顶他一句 我这个人最讲良心的 什么坏事都不做 那个神明想 你跟我叫板了 就瞪他一眼 把所有人请出去 把他太太请出去 就留那个旁边一个服务人员 还有陈先生一个人 好 本神跟你说几句话 他说你在大学 你说你生平不做坏事 你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寄宿在外面 然后分租的公寓里面 有一个从南部乡下来的女孩子 那时候就读你们学校大学一年级 这个人挨你半个头 戴着眼镜脸圆圆的 有没有这个人 他说有啊 他说你借由学长之辩 给他介绍校园陌生环境 渐渐接近他 你还送他一件白底红花洋装 有没有这个事情 他说有啊 他越听越毛了 他说后来你这个人 每天都看色情图片 上色情网站 心中一片淫念 你借亲近他的时候 竟然强奸他 有没有这个事情 他就不讲话了 他觉得大事不妙 但是你强奸他了以后 竟然觉得这个人俗气 竟然借故疏远一脚把他踢开 远离这个人以后 你又借由大学学长的身份 在校园里交往很多女同学 女学妹都跟人发生关系 你本来的福分 大学毕业可以考上研究所 可以研究所拿到学位 留在学校教书 可是你大学毕业以后 到现在都复闲在家 没有工作 对不对 就是说你后来回到大学教书 跟一位女同事一样当老师 这个女同事守寡多年 你竟然引诱他和你同居 长达两年 有没有这个事情 他就一直点头 他现在嘴巴就不硬了 他说就在你母亲往生之际 你还跟这个女老师去去车旅馆 携淫作乐 就是说 然后最近 你的清明节 你不是回家扫墓记住吗 住在你家里那天晚上 不是梦到你祖父 拿着拐杖要打你吗 你还从梦中惊醒 他说是是是是 你的祖父辛苦修基功德善事 才能让你念得这么高 现在都被你胡搞瞎搞 把那些功德福报全部都销毁了 所以你祖父非常的震怒 所以他在梦里拿拐杖要打你 这个神明你看跟他讲这个事情 他就说你这个人不只是邪淫好色 你在学校教课的时候 因为你脾气不好都随便教学 看到同学都要问你问题 你都不耐烦 然后大家考不好 你再故意借故让同学来找你补习 借词赚钱 有没有这个事情 他说有 然后就说你这个 你在家里常常欺瞒你的父母 父母问你在外面做什么 你完全不理会他们 都不告诉他 让他们担心多年 身体非常的病弱 你这个就是不忠不孝 不忍不义 杀盗淫忘 你统统都有犯 今天你带状泡疹只是开始 接下来你会病发很多的恶病 然后你会身体溃烂死在医院 死后你要堕入地狱 下辈子投胎当一条狗 这个时候他就砰一声 就跪地上了 他就说地址不敢了 他这个时候既然自称地址了 你看看都还没有 这拜师就当弟子了 他就说我今天以后 我不会再做那些事情 当然那个神明就训斥他一番 那以后陈先生回家 跟太太在家里每天诵经 他太太以后要去拜佛 要去做善事 也不会开口骂他 就随顺他了 后来考到在职班的研究所 带状泡疹也不要而遇了 所以在座各位 人和鬼神的关系 这个天地当中 这个美国科学家他已经证明 我们现在看得到数据 掌握得到 感知得到 研究得到这一切 只有百分之二十 其中百分之八十是 我们不可知的境界 那叫暗物值 对不对 我们还有百分之八十 其实不止 是我们完全不晓得的 你不能因为你不了解 不信 你没兴趣 就故意去忽略它 冥冥之中 自由因果报应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 好像真的能改变我们人生 什么利益安乐 你好像连不在一起 我跟各位说 佛法人和人的关系 人和鬼神的关系 人和大自然的关系 包括我们人心如果向善 天灾人祸 地震洪水暖化 它就会少 人心向恶 这些可怕的现象 这些禽流感 狂牛症这些 它就会越来越多 都是大家的自信 共业招感而来 怎么会没有关系 它每天都在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身上 不停地发生 这些互动 希望今天来跟大家结缘 大家能得到佛法的加持 有幸福安乐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忽然 Chi不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